繼續說話 Hello 有些技術問題 不過我們會繼續說話繼續做節目 今天是4月15日的《啤梨晚報》 OK 送我一條線 4月15日的《啤梨晚報》 我的拍檔就是四海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一位 今天就行了 今天真的很多話說 為什麼呢 而且今天的集節目一定是很開心 因為我今天發覺香港充滿著各種的希望 但是在說香港充滿著各種的希望之前 OK 我們首先 吃完我們前日還是昨天的霸走魚 那 四海 沒吃過 我們吃剩些渣 因為下午是來不來 我們先吃了 我們先吃了 我們是擲筋膝的海膽 海膽有很多種 平時我敢說 四海哥,四海哥,四海哥是吃神味的 是韜客 韜客 平時我們在街上都不能說差 一般的馬糞海膽八幾二百元 其實真的不行 有一股腥臭味 不要用腥臭味 還是有些海腥味 你要吃,因為我經歷過了 我們為什麼呢?貴賣就貴賣 還有,外面一板是一百克左右 也有二百多元 正常 有時快到期了 八多元出水 我這隻是俄羅斯海膽 直牌,大家要知道直牌 在北海道加工,根室海膽 是頂級,AAA級 二百五克,我買五九八 那十批是叫我買七九八的 就是惡霍似黑海 是啊,很棒 所以我現在只剩下五盒 這個星期六來 你們真的要扔上去 但是那個都未受究竟 因為海膽不是餓食 好餓嗎? 給我吃 那碟黑毛牛啊,和牛啊 哇 你問一下,阿力 真是好吃到A五 A五六二左右 偏偏這麼大片 但薄,很薄的 你這樣真是不對 但你那天不在,剛剛好 但不要緊 我生蠟蠟,我還在 不是,那個我平時 到時候我會 不是,那個不是訂貨的 那個我會摘貨的 我要摘貨 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不怕買 我吃完之後就知道 我不怕買 海膽為何不能摘貨呢 我也不怕買 因為海膽你放了幾天 它會出水 是啊,要新鮮吃 所以沒辦法 我就要訂貨 我比如飛機來就派 那這一兩天就好吃了 但是 那個牛肉不同 我可以雪硬 你不買我慢慢買 對吧 好了,但這個八爪魚 又是很棒的 真是棒的 最棒的 最棒的那一塊 還有 賣TVB Big Big Shop 賣400元 就是 500-600g 我是7-800g 我買$4.98 不是$3.98 因為我要便宜了$2 你頂死人 這樣不對 不要先說早餐 真的很棒 很棒 很棒 最棒的是鄭哲的頭 這個頭還好 這個是頭來的 很爽 是啊 很棒 很棒 好,你先繼續吃 你怎麼了吃 你吃粉 哇,這隻很棒 這隻 我都說他很棒 我說你用汽水送這麼過癮 因為我們三寶裡面 醋我沒有了一整個星期 那些醋 昨天已經做好了 前天 去馬拉 就等 寶寶過來 要下個星期商算 可能要搞到五月 因為我實在太好買了 但其實除了醋之外 我這個靈枝包子 真的是兼巴勒的 你問阿四開就知道了 非常棒 尤其是 這一期 我也要和你拿過靈枝包子 我快要吃完 因為我上個星期去醫 本來上個星期 不要說我 買 當然是買要付錢 大哥 拿什麼 你以為我是賊 是 即是 醫生 檢查我出來 告訴我 原來這幾年吃的藥 可能對肝臟受損 哪些藥 那些血壓軟 還有心臟的血壓軟 他說要換一換藥 還有要排期驗肝 在這個期間 我知道一件事 第一個我想起 是啤梨這隻粉 是 要和他買粉 真的是 是不是4號那些 這隻真的正在碰 碰碰碰碰 非常好 這隻很簡單 尤其是肝臟有時 吃這隻最好 還有很多網友 其實真的很奇怪 我上次也問過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始終不是醫生 他很多人吃這隻 即是我們的解釋 即是人道說免疫力好好了 他睡了 對 然後又說 又說有些 濕疹好了 有些又說 氣管炎好了 那些都可能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免疫系統呢 但有網友說 那條賓州厲害了 沒有理由 對 所以我真的不相信 但他真的這樣 上次也播出六音 他賓州好了 因為我喝了胡骨酒 他沒有喝胡骨酒 那他身體好了 或者身體好了 於是 因為身體好了 有反應 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靈芝粉最主要的 其實是排桿毒 非常好的靈芝粉 好的 好了 各位 日本火牛可以繼續訂 海膽可以繼續訂 其實我們通知你 正常來說是星期六 但如果我訂單太多 就趁幾天 下星期六 捉龍卷 今天我介紹一個什麼呢 沒錯 就是我手上這個 其實我已經買了很多 不過今天我第一次 我老婆叫我 一定要說 紅酒翹頭 一包翹頭 來自日本 來自日本 甚麼日本 就是零食 來的 賣到$198 其實我真的很貴 開頭我試試 不用說 好人好買 他有什麼作用呢 抗氧化 補青春 溫胃健脾 止咳脅痰 散雨活血 消氣還要安胎 即你吃了去先去打 不服必泰會好些 去水腫 肝膽固醇 有沒有這麼討人 有 橋頭本身就有這種功能 橋頭和蒜頭、洋蔥都有這種功能 但是我老婆為什麼叫我今天要說呢 因為給你吃也要 不是 她跟我說 她說呢 因為這幾天呢 其實我們節目看了兩晚 今晚會看第三晚 看什麼 昨晚和前晚歐聯 今晚看歐巴 看阿仙奴 OK 於是我就叫我老婆 早點回來開門 其實開完門我就回來了 因為說真的 就算是怎樣看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我五點睡也好 我也是七、八點、八、九點起床 因為睡不久 你習慣了 年紀啊 沒錯 睡不久 我不知道你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不是起床的夜料 是扎了起床之後呢 睡不回來 是啊 你是這樣 不是吃了這次的東西好一點 真的吃了它好一點 那我老婆說呢 因為我老婆晚上要煮劇 是很厲害的 於是他就變了 其實如果我平時開店 我是九點多時回來 我要做 preparation 那我九點多時回來的意思是 就是說我七點、八點 我出門去吃早餐 我六點多時就起床了 因為我又要休息 洗澡一下 這兩個天 那我老婆早起床 她說 為什麼我說呢 她說 她很明顯 因為她一不夠睡 女人呢 她就會水腫 是 要下午才會散 是是是是 女人很特別的 她說呢 她現在每晚吃幾粒 三四粒這樣 她說完全沒有 起床 怎樣睡兩小時也好 臉都是尖的 她很肯定的 嫂子 你太太 臉一直都是脹脹的 她說 水腫脹脹的 你也知道 你才知道的 眼睛浮腫的 她說是肯定的 我真的要介紹 為什麼呢 阿比利 本來桥頭的作用 就已經很好 是 因為桥頭經常說 其實很多人都 春天 春天是桥頭的季節 是 你多吃什麼桥頭 其實是對去水腫 散魚 去毒 即是那些功能 一個桥 一個蒜頭 一個韭菜 都有這些功能 是 但是你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現在這幾年都說 你用紅酒 來醃這些蒜桥 洋蔥等 是你的血管活化和抗氧化 非常好 什麼事 非常好 為什麼呢 我又不吃這些東西 我想回他們小時候吃零食的時候 都吃桥頭 是啊 桥頭 但是近年 我們少吃一點 為什麼呢 它的醋味道很嚴重 吃得多少 我都不知道 化學醋還是什麼 對 他們說我都不敢吃 不要說你 這樣就不吃了 有一間老志豪 那些桥頭是很漂亮的 就是一顆韭門賣十幾二十元 那間 什麼雕鳳 那個有桥頭賣的 第一桥頭呢 哇 貴過媽媽不認得的 但是呢 這個 不是啊 不會有那些妖惹味 而且很好吃 真的 真的好吃 那既然又抗氧化 又安排 最重要是去水種 是 補青春 真活力 最好是飯前吃的 是嗎 是 表頭飯前吃 吃兩三顆 是的 一來開胃 二來呢 吸收了這些 剛才我來講的功能 什麼 白麗露醇 紅酒 有白麗露醇 疏風 散熱 散魚 它吸收了 但是你之前吃的那些 澱粉質 碳水化合物 就沒有 它的功效好一點 我呢 各位網友 我們那些刺 那些東西實在是太麻煩了 其實呢 已經在 在我的冬季度 放了三十個禮拜 還沒有機會落到你 大家放心 我現在就在策劃一個 大食會的直播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牛扒 海膽 鮑魚等等的東西 我當然找了四海哥 又找了十三位他們 找了一個地步 我的煎牛扒是很黃的 是嗎 真的直播 吃好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我看到市場 那些人真的很捨得吃 第二 事實上老實說 去到今時今日 你除了 但是一家人 譬如 開心心吃一頓飯 你還有什麼可以做 你還有什麼可以令你開心 有些網友問我 金湯似佛跳牆 終於上了船 那應該日內就會到的了